老英雄回忆,EZ 一直以来EZ作为拳头的亲儿子 拥有着不俗的登场率 也是很多玩家的本命英雄 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也重做了 新版EZ主要是重做了人物模型和W技能 其他技能的变化基本不大 老版EZ,W技能精华跃动 EZ发出一道能量波 对敌方英雄造成250加0.8法术加成的魔法伤害 并且能增加自身40%的攻速 同时减少敌方40%的攻速 持续5秒 老版EZ也曾诞生过多种流派的玩法 像出了符文扩建的惩戒EZ 电刀加无尽加三项的黄EZ 银血加帽子加乌鸟的红EZ 等众多玩法流派 不过最强的要数出了弹刀的蓝EZ EZ的每个技能都能触发弹刀的被动 造成额外真实伤害 即使打在坦克身上也有一种肉痛的感觉 其实EZ的技能改了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他连模型、语音和动画都重做了 手感明显没有以前好 无论是平A还是Q技能 都有很明显的前摇 这才是让玩家最失望的地方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